从小学中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 我们几乎都有公民课 或者是公民语道德 我教你怎么开会吗 老师会吗 校长会吗 教育部甚至会吗 教育部在培训老师的 有培训这一部分吗 那一样 这种公民课 公民课其中一部分 不要讲说整个什么政治体制 什么三权分立的真正原理是什么 讲得到你觉得生动活活 而且很有趣 而且觉得跟你切身相关 出了社会 他就是自然而然 就跟你知道什么 基本的电的尝试 水的尝试一样 没有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 零付出确无 可是我们的这么宝贵的青春岁月 从小学习能力最好的时候 这个最重要的 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被教到 没有学习到 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大家好 欢迎再来到游梗来报 今天又是礼拜五 不过你看我今天穿这个衣服 如果你上个礼拜有看了 好像衣服没有换 我不是一个礼拜没换洗了 是 这个是持续录下去的 那我因为一开始就预告 我要出国 所以要预入积极 希望你们能够 不会觉得说没有紧扣实事 还愿意看下去 那么今天 寻的网利还是跟各位请托一下 这个游梗来报这个节目不容易 我们梗传媒更是不容易 那么现在我们急需扩大我们的支持者 上次已经谈到 我们已经9万多了 如果突破10万的订付 那就是一个不得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按赞 能够开启小铃铛 同时如果能够加入我们的会员 给我们一点donate 那我们这个更能够做下去 那最大的特色 现在我们跟中天的双开这个频道 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这么一个台湾媒体环境 如此恶劣的情况之下 这样一个小众 而且独立的 而且观点特殊的 这些主持人都有点个性的 其实是不太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来多支持 谢谢 好吧 我上一集录完的时候 我们这个摄影的小朋友跟我讲 郑老师你讲的我很有感觉 他高中一个同学是这样 高一高很好 高三忽然间他就觉醒了 就不太愿意再受这个体制的压迫 自己走自己的路 事实上我当时当然是说真的了 也没有那么自觉 就是受不了 不像现在 会对自己的行为会反思 包括对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意思 跟环境是什么关系 甚至会去分析 自己这个行为是受了环境 什么样东西的制约 什么东西的刺激 当年就没有 就是一顾受不了 那就是冲撞 所以年轻人 为什么他就觉得说 变成所谓的不良青少年 他自己也正在成长中 也不是那么样的能够讲清楚 当然也许特殊的一些英才天才 他们是不一样 可是多数人就是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你要给他空间 可是在这个社会 我相信也许老师校长 也希望办出了爱的教育 对 我小时候就喜欢阅读课外读物 看到那本爱的教育 那本小说 真是喜欢的不得了 你看那个氛围 我不晓得那本小说 也许现在不是太当道 对我们当年来讲 爱的教育这本书 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启蒙的 可是进入实质上的课堂 现实的这个学校生活 并不是那样子 也许老师们也蛮为难的 因为他们也背负了升学压力 他们也背负了很多家长的 各种各样的期待 我相信家长 也希望他的小孩成长得愉快 我的父母因为都是农民 这个农家 所以不太有时间 也不太有条件指导 我的回家也跟 你有在做功课吗 我就还是有压力了 我相信在那个升学体制之下 我们的小孩子就成长得不愉快 听说后来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 学制改革 什么人本教育基金会 李远哲 可是跟我上个礼拜 最后留下那个大哉问 很多东西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 变 越变越不变 你好像他在变 有些东西就没变 这看起来很奇怪 明明有些东西变了 可是他一些更根本的东西 或者你真正要变的那个东西 并没有办法变 我跟我内人翻了一本书 英文的叫做Change 中文的话就改变 有一段时间换个名字叫做与改变共舞 听说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办法就到处盗版了 我也很高兴 影响力很大 本来我们这种左派就应该是版权没有 欢迎这个盗版 这个Change这本书为什么我会翻呢 我其实在社会运动中压力是大得不得了的 英文也不是什么多厉害的 我是当时混着出去的 可是感受深刻 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这本书 它其中它有好几个论点 其中就是说我们翻成中文 它英文不是这样 就是换汤不一样要 它决于这几个历史我印象很深刻 中国大陆它当然在做了很多的改变的时候 很多马路 台湾现在有这个问题 当年他们民国34年来接收日本所留下来的时候 台北市很多街道都叫什么丁 什么华山丁 太平丁 都是日本的这个丁 可是严格讲讲讲很有趣 这个丁唐宋唐朝时在日本copy过去了 可是当时就觉得这是日本味 所以他就把台北市 用中国大陆的地理 所以现在我在台北 生活其实找路是很容易的 它几个官道 重要的大道 宗教仁爱 信力和平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建国复兴光复 敦化 你看这个是四横四重 格局就在了 那其他这个是新开的路 其他就是东北 就什么安东街 它有什么西南 有广州街 各种各样的 可是这绝对不对 要换 那现在民进党这些人 有些人一直想换 可是中共当年 也做得出来换街道的名字 可是有时候你街道名字换 有没有用 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可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作用 根本性的作用 还有其他条件 如果那个根本性的东西没有碰 没有接触 没有改变 这一部分的改变 一时有用 终究又会反复回去 然后最后就变成所谓的 换汤不换药 换汤不换药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煮煮煮这锅汤 这股药已经被你煎了 药效果已经没有了 你这个时候关键是怎么样 把你们的药渣拿掉 换药 结果你没有 你弄了 就是把加新的汤进去 继续煮 那这个就叫做换汤不换药 效果当然就变差了 也就是说 你改变的对象弄错了 你应该是改变的是 那个药渣要换新的药 要把药包进去 结果你只是换了汤 加了新的水 当然不能够达到原来的目的 这是一种事后的描述 来讲这种改变的失败 好 我们再回到 这个今天要讲的主题 延续上个礼拜 因为这一次 我都希望能够 紧扣着民主这个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愿意去讲 各种各样的定义 或者去追随 把那个西方民主发展史 好好的讲一遍 这个大家都不是我能力所及 专家很多 书也很多 我就我自己的实践的历程 我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引起一些程度的共鸣 甚至引起一些批评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交流 在这条路上 我认为就是孙中山讲的有关民主 他是整体 他讲整体 可是就民主 我觉得孙中山讲的也是一样的 可以套用 民主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所以我关于民主这条道路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探讨 上次讲到说党外的很多人士 那我自己其中一条 我跟一些朋友都有共同的经验 一种矛盾的 甚至有点挫折 对我一些人来讲 我最早进入比较实务性 早期帮党外发发传单 那个当然不算了 去听听证件发表会 躲在下面听得很兴奋 这当然已经是态度跟立场的改变 才会去接触到党外 这个不容易 在当时也是有点 大逆不道的 可是真正实务上的参与的时候是 有一个 我内人在辅任大学心理系 他在当时在心理智商教室 也是做心理辅导 他一个同事就跟我 他就参与了党外前进系统 跟林郑杰认识 那时候还没有前进 那就说他们这次在选举 选举什么呢 美丽岛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今天因为不是专门谈这个 美丽岛事件对我来讲 也是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也是几乎决定我出国的一个关键 等下有机会再讲 他说美丽岛事件不是镇压吗 很多人被抓进去关 选举也停止了 重启在开放的时候 一大堆比较年轻世代就跑出来了 那当时镇压没有被抓走了 像林郑杰这些人 他们就投入了各样的选举 尤其是台北市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谢长廷 陈水扁 还有一位叫严谨福 那更重要 那时候四个人里面 我认为最有能力最有能耐的 其实是林郑杰 这四个我多少都有看过 可惜命运不同 最后是陈水扁 拔了头手当了总统 可是也把台湾带上一个很奇怪的 很坎坷的路 这是后话 在那个时候我就到了 林郑杰的竞选团队里面去 那我的印象是 我开始跟他们开会 我开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简直是难以相信 怎么会会开成这个样子呢 几乎是很没有效率 只有是各说各话的 因为我在张老师受过训练 那会让差别是什么 几乎会让每一个与会的人 都有空间讲话 当然你可以讲说因为开作战会议 时间紧凑 不是可能有空间给每一个人 观众朋友 我后面后来 有很多的开会的经验 不是那么紧迫 我也跟工会干部一起开会 所以请大家表示意见 其实你会看到普遍都是沉默 他们讲说中国人 或者华人 或者台湾人 普遍 当然现在也许年轻世代 我不晓得我对面这个小哥 他们是不是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普遍 更不要讲我兄长那一代 我父母亲那一代 那几乎就根本就不会开会了 开会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话 那是特定的一些政治参与人士 在立法院 在什么什么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 美国所引进来的青商会 很会开会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参与 亲眼目睹他们是怎么开会的 可是一般来讲 我刚刚回来没有回到前进 像讲我后面我开会的时候 我怎么讲这个 我是跳着讲是要对照 基本上都沉默了 我跟中国时报的工会一起开会 怎么可能呢 所以你要有耐性 通常你做一个领导 做一个主持人是最有看法的 你一看没有看法干脆 你就教他们怎么弄 这是最典型的 可是一种情况下 他就没有机会表达了 也没有机会成长 说不定他没有看法了 所以通常我就会耐性 所以我都会用一一询问 可是即使我一一询问 一一询问就有好处了 有人其实卡在你不敢讲 你给他机会 清楚地给他 某某请你讲话 他就开始讲了 这个讲那个就会讲 但是讲到最有些人 还是不讲话 我最后还是说某某 你还没有表示意见 他说我没有意见 他唯一开口是说他没意见 通常我如果在中国时报的 跟李建事们做他们的顾问 带他们开会 我就说会员选你上来 你也接受了当的理事 你怎么可能可以没有看法呢 你是真没看法吗 你可以表示说我们现在这个议题 你还不能够做决定 那告诉我们缺的是什么 因为有可能前面的就算很有意见 搞不好不见得是很完整 或者别人谈的这些意见 都不足以让你做判断 那你可以这样讲 我这么一呼应的时候 他可能就第一个 他觉得他跑不掉 他非得讲不行 其实我告诉你 一部分当然可能是因为 真的这个问题太复杂 他很难做 他这种方法是犹豫说 是犹豫 而不是说我没意见 讲没意见的事实上是很有意见 是很有什么意见 他对眼前要表达的这个 要表觉的 要表态的这个事情 因为厉害太纠葛 比如他讲出来 他才会得罪这个 或者比如说这个意见 谁比较提出来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的朋友 他就不同意他的主张 他如果就事论事就得罪人 所以人跟事 事跟人 这也是个很复杂 开会中要处点 如果能够人跟事分开来 我们常常讲开会 就对事不对人 你有那么容易吗 今天这个议题 这个事就是某某人提出来了 他自然就连结在一起 所以有关对事不罪人 人跟事能够分开 能够表达意见 针对的意见 而不是针对人 这个事实上也是要有条件的 甚至关键是 就把他点出来 就把他讲出来 而且经过大家训练 慢慢就要熟悉了 我今天表达这个意见 对你的意见不同 是对你的意见表示不同意 并不是表示对你不同意 我们两个是朋友 或者我跟你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关系 打过来另外一种就是说 明明这个意见是对的 可是提议人就是我讨厌的 就跟我不同派别的 我今天如果赞成 那不是我就同意他吗 不就是便宜的他吗 那不是对我不利吗 其实下面很有意见 都在肚子里面滚嘎 那你问他 我没有意见 那你怎么办呢 你需要处理 这个都是我经过很常 有经验开会 然后跟很熟悉 关系很密切的 这群跟我一起打拼的工会干部 信任感非常够的时候 都还有这种困难 当然因为信任感够 我们是个革命兄弟 所以大家基本信任 我对于这样的介入跟处理 就进入半勉强的邀他的时候 他并不会那么反弹 终究慢慢就能够敞开心胸 那久了之后慢慢 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什么没有意见 过不了关 是混不了的 反而会有助于意识的进行 好再回头来回到讲说 我当时最早到了林郑杰 那个选举团队 你老天啊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这个时候我那时候说真的 也是有点理念带头了 也不是那么懂政治下面的美感 像我刚才前面讲说 我越来越知道 我原来下面的美美咖咖咖咖 这个啾啾格格很多 我那时候就一股意气 一股理念张老师学到这一套 然后在学校辅导中心 这个代理学生那一套 我就把他在那边操作 请听啊 然后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我就开始对他们 其实产生一些意见的 重新整理 清楚的表达 互相把意见连结 还真有点用了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大家也忙了 说真的 从小就没有学到怎么开会 好 我上次不是想说 从小学中学到高中 甚至到大学 我们几乎都有公民课 或者是公民语道德 有教你怎么开会吗 孙中山当年为什么 去弄个民权初步 他那么忙的时候 就是知道说都不会开会 开会很重要 开会是及时广力 要解决问题 那我们从小受了这么多 所谓的国民义务教育 六年三年三年 或政治十二年国教 有教我们怎么开会吗 如果那是生活 我跟你讲 你要有一套一套 要有一套这个记忆 可以糊口 你要一套本事可以创业 可是公共生活 政治生活 你要有政治理念 那政治其中一部分 要懂得开会 开会的民权初步 如果能够一个 这个集体的参与 让大家意见能够表达 会议也是个很重要 有一个民主的表现 我的大哉问 老师会吗 校长会吗 教育部甚至会吗 教育部在培训老师的 有培训这一部分吗 我们老师可能 美术专业有被培训 果文专业有被培训 可是这一部分 我都很怀疑 而且更何况 他们的培训 不见得用得到了 因为升学导向 我不跟你讲 美术课就取消 偷偷就换成了 上起这个数学课来了 英文课来了 那一样 这种公民课 公民课其中一部分 不要讲说整个什么 政治体制 什么三权分立的 真正原理是什么 讲的那你觉得 生动活泼 而且很有趣 而且觉得跟你切身相关 而且出去到将来的 出的社会 他就是自然而然 就跟你知道 什么基本的 电的尝试 水的尝试一样 没有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 零付出确无 你不觉得严重吗 到现在 我现在当然没有机会 我的小孩长大了 不知道现在小学生 到底是怎么成长 怎么教的 听说现在 更多的时候 开放 自由 现在好像背在身上 我们当年那个背包 好像可以放下了 是 我看现在小孩 多了很多多元 这种学习的方式 可是这一部分呢 欢迎你们回会一下 我真想知道 如果你们现在 自己小孩在小学的 中学的 到底有没有在教 我们的课程 应该都有安排 就算什么新的课纲 难道这部分不用教吗 还是统事者 本来就不想真的有意 让我们清楚 或者老师 碍于现实 升学主义 这一部分就是 把它忽略了 也许现在老师 就算没有被培训 可是他也 课外他也在参与很多政治 他也懂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的 这么宝贵的青春岁月 从小学习能力 最好的时候 这个最重要的 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被教到 没有学习到 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我难道在这边 夸大其词吗 会吗 我不晓得 这我很想问的 所以呢 我再更具体讲一下 我们从小都有开班会 班会不就是开会吗 选举干部 分派工作 你觉得从小 我们那个班会 有认真的告诉我们 从一个 还不是说 交个开会理论 或者是读读一些 开会案例 在从小的教 回到我们实践本身 都有班长 要班会 有什么学艺股长 现在当然听说比较好 有些学校 小学生在开放 还证件发表会 还投票 听说搞得 有些还买票了 这就严重一点 可是很有趣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觉得说 宁可这样子 在升学压力 比较前晚的时候 好好的来这一部分 可是我要问 就算现在比以前好一点 可是操作起来 是如何操作的 真的能够民主吗 这个也是个大灾问 所以对我来讲 我从进到 林郑杰这个选举团队 我开始发现说 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顶着这么大压力 在追求民主的人 对于落实 我并不是说 他们今天提倡 当时最典型的 制衡 民主的这一行 民主就是制衡 当然很有 很重要的 或者是国会要改选 不能万年国会 这些当然都是 很重要的一些 政治主张 但是落实在生活中 他们自己的行为 开放吗 民主吗 更不要讲说平等吗 更不要讲公平吗 那这个 对于不公益的 这个社会的团队 追求一个公益社会 对专制体制的反抗 所以要追求一个 更能够民主的 这么一个社会 到底该如何落实 我们有很多人 出张嘴巴随便批评 我刚刚讲这些人 不是随便批评 因为我也参与其中 而且你听得很清楚 我肯定他们的 努力跟他们的付出 他们被抓进去关 牺牲青春岁月 可是我问的是一个 他追求的跟他实现之间 当年这么多党外人 今天如果回头看 民进党如此的堕落 他们不难受吗 他们付出了 他们追求了 可是追求最后的结果 跟他们的初衷是有距离的 那回到这个 民主也是大家这么 努力在追求的 可是民主这个价值 经过这么几十年 有落实在生活中吗 那如果看自己的努力 跟自己努力的结果之间的落差 这个是反思 这个是检讨 这并不是贬义 也不是批评 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继续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